第821章 破镜南原 猛军的突然撤退 其实有些出乎李霞的意料 也许是他太高看自己 但他认为忽必烈若这样灰溜溜地退走 北地难免有一部分人会起观望的心思 对手突然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 也许是有解决之法 但无论如何李霞都得把握机会 突破口有几个 顺天张家 搞成董家 东平年家 甚至因为俘虏了好天意 还可试试说动太原好家归父 世侯之中 最有可能拉拢的自始顺天张家 但李霞并不想先以顺天张家作为突破口 原因很多 最简单的一点 宝州那个位置处于蒙古势力包围中 忽必烈对张家有所防备 并不给机会让张家起兵 并将全族家眷带到关中 李霞所求的 一直都只是等适合的时机 比如他北伐之时 能让张柔新兵响应即可 他要的是张家的兵权 以及在河北的声望 这些带不走 也不是几个张家兄弟叛逃过来就有用 没有必要太早让张家反水 至少要等拿下河南 但可以借此机会多亲近一番 东平年假 搞成董家 太原好家也不会归附 但家中有重要人物在李霞手上 可以搞些小动作 而现在若想搅动局势 杨大渊才是最好的突破口 杨大渊的长兄叫杨大泉 曾是曹友文仗下统治 在抗蒙战场上战死 杨大泉留下两个儿子 杨文仲杨文安 兄弟俩在父亲殉国之后就投奔杨大渊 守运山城 大祸城 杨大渊在投降之前 还斩杀了钱来劝降他的叛臣 又有川鼠注石又有忠烈之后 我这一年 在延安府与杨大渊作战 与他对阵叫骂 也听过他一些事 张觉本不想说 他不喜欢杨大渊 但既是借机为了瓦解猛军在延安的形势 他还是道 杨大渊说他本不愿投降 但为起活大祸成数万人性命 只好为民备国 为民备国 张觉摇了摇头 道 叛国之臣 招降他又有何用 像他这种乡臣 再降而复叛 明节毁尽 家族便完了 纵观青史 其有反复之辈 有好下场的 他嘴上说得漂亮 其实心里明白 不会再规反的 我们又不是宋廷 李霞 有些随意 道 因为宋廷太腐朽了 他只好投降一族 但发现了更光明的政权 于是弃暗投明 很正常 他不是因为宋廷的腐朽而投降的 张觉纠正道 他是为了家族前景 何必较真 李霞道 只要能削弱忽必烈 增强 我们就可以 张觉点了点头 问道 你想怎么做 我先见他一面吧 好 我来 安排 李霞并不能在延安久住 点点头 道 希望能尽快把 塞门战 塞门在延州城西北二十里 乃是当年范仲阎所修筑的 宋 西夏的交战 更多时候都是这样 修筑城战 屯兵迎田 互相对峙 只有这种打法 才有足够的粮草 来支撑漫长的战士 蒙人不擅长这种打法 攻打关中时选择的是 迂回包抄 杨大渊 擅长 铸成屯兵 当时比他有经验的人 没几个 当年随于见 扑则之购累首属之人 比他资历老大 也只有王坚 却还在林安荣养 便是张觉 论经验 也比杨大渊潜得多 巨类推进的策略 首先看水路 沿河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延安 流向黄河 塞门寨就在沿河边 杨大渊占据了沿河上游 面对张觉 他在地势上占尽了优势 其实 当年蒙哥死时 杨大渊也曾想过 反正 复归大宋 但当时他家小都 已陷在猛军之中 不好讨历 之后 北上觐见了忽必烈 被忽必烈之气度折服 他便罢了再叛心思 一转眼 已成了蒙古都元帅了 几乎已成为一个新的侍侯 三月初五 杨大渊才刚刚收到河单 使天泽撤兵的消息 招两个侄子来商议 猛攻一两个月 却攻不破李侠的防线 大蒙古国 愈发不能战了 莫不是国师衰退了 立国不过数十年 正是最强盛之计 岂可言国师衰退 说话的是杨文安 他十年二十三岁 生得威风凛凛 眼神冷峻 相比之下 他的兄长杨文仲 便显得温弱了些 杨文仲叹息一声 又道 但猛军对阵李侠 接连吃了败仗 此为不争之事实 我只觉 当年投降时 几乎就是猛军兵士最强之时 至于如今 唉 杨文安道 兄长多虑了 因阿里布哥之乱 未曾平定罢了 实力犹在 他并不应猛军的撤退 沮丧 相反 显得有些兴奋 转身面向杨大渊 拱手道 叔父 我认为 这对我们而言 还是好事 好事 杨大渊沉吟道 宋军可抽调出 更多兵力支援张绝 岂可称好事 杨文安道 诸禄接败 损兵折将 耗费钱量无算 唯有叔父取得进展 功高于诸将 又可借与宋兵对质之机 积蓄实力 学识 仗 严家自治一方 管军名之权 自是 好事 杨大渊摇头 叹道 你目光短了 只顾一家之力 却忘了国事若败 家也难保 比如大宋 就是国事衰败 不能保家 正在 再说些什么 有孝将匆匆入内 大帅 张绝前使送了口信来 称 李侠妖大帅 明日午时 在沿河渡口 隔岸一见 谁 说是宋国平邻郡王 末将猜测 该是李侠亲自来了 杨大渊一愣 在想 李侠这一来 四世打乱了杨家谋求 成为一方是侯的步伐 终于 杨大渊回过头来 肆意有了主张 他没问两个侄子的意见 但杨文安却是先开了口 叔父 只而以为 不妨借此时机 袭杀李侠 立下 不是职工 杨大渊反问道 为谁立下不是职工 当然是陛下 杨大渊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沉默了许久之后 最后还是没答这话茬 自语道 见见李侠 也好 他起身 又吩咐杨文安道 你不得自作主张 安排人袭杀他 坏了我杨家声望 杨文安不由大旗 问道 杨家既以举家归降 还有何声望 我为名卑国 污名义人承担便是 兄长当年壮烈殉国 你二人不可作于 信义有亏之事 杨大渊说罢 眼神深沉 叹息一声 副手自出了大堂 杨文安看着他的背影 颇为不解 也不知叔父 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有何难猜的 杨文重道 叔父一直耿耿于怀的 不就是迫于无奈 投降 坏了一世明节 明节 破镜 岂能重圆 难免遗憾 不是吗 求得太多 杨文安问道 兄长呢 如何想的 都说 陛下是雄主 这次雄主 怎么就败给李侠了呢 我真是想不到 杨文重道 李侠与你同岁 才多大年纪 竟能逼得陛下退兵了 说了 并非陛下败了 是为了北上平叛 杨文安道 到时回过头来 一样 可并吞天下 是啊 北上草原 草原更重要 那我们这上面 到底是陛下 还是大汉 第822章 新思 猛军主力 是在3月初 开始分批撤离的 在许多猛军将领看来 李侠还不知道 他们正在悄然退兵了 但其实仅在3月初 李侠已经住进了 沿州城中的孤瑶 孤瑶 是用土胚 卖草 黄泥浆弃城 远看相房 近看市瑶 沿州城内 孤瑶多写 城外 则是在山源处 挖出来的瑶洞比较多 这地方确实是荒凉贫瘠 李侠收复关中时 陕北这一带 驻守的猛军狠手 因此刘黑马一倒戈 拿下延州不难 反而是这一年多 杨大渊领兵 进犯 铸城对垒 掳来了不少 散落在黄土高原上的流民 枪民 延州城内城外 才算有了一点点烟火气 也就一点点 张觉作为一方捆帅 给李侠安排的 已是延州城里 最像样的院子了 看起来也十分简陋 城中也许有过 更奢华的宅邸 全被拆了铸城了 领着李侠歇袭的小将 只有17岁 名叫史兆 在钓鱼城上 与李侠见过一面 史兆有些崇拜李侠 刚开口 有些结巴 慢慢才捋直舌头 但太紧张 说话也不过脑子 一管前些日子 被大帅拆了 谁让他有大木梁子呢 正好 起炮 请君王住这把 大帅说 反正只住一两日 将就将就得了 一旁的两名士族 诧异地瞥了史兆一眼 暗道 自家对正是不打算晋升了 也好 李侠倒无所谓 道 八 好天意带来 把那拜君之将带过来 一群俘虏 正在修筑城防 不停用脚踹着夯土 虽是春寒撂翘的天气 汗水 还是躺在了黄土上 好天意正在其中 听得有人 叫喊 回过头来 他三十多岁 身材魁梧壮硕 虽然手脚戴着镣铐 模样十分狼狈 却还是在一众俘虏中 显得鹤立鸡群 浑身气势 趁得那两个 看管俘虏的士族 像是他的随从 被押在这里做劳力 他也很恼火 一般而言 大将被俘 要么就杀 要么施恩招降 让堂堂太原路 君民万户 都总管 在这夯土 能夯多少土 根本就是折辱 蒙古人 都没这么无脸 今日终于有人要见他了 看来张绝 还记得他好天意 是一方诸侯 被押着转进一片 刚收拾出来的院落 好天意看外面护卫 严密 马上便猜到 要见他的人不是张绝 但地位不低 且之前不在严州城 果然 院子里一个年轻人 正在洗漱 靴子上满是泥泞 显然是今日 赶了远路过来 这年轻人一转头 面容英俊 举止雍容 神情不怒自危 好天意心里 马上有了隐隐的猜测 知道猛军已经退兵了吗 退兵 不可能 知道我是谁吗 李霞 好天意出言试探了一句 须于于又摇头 道 我不信 李霞笑笑 自脱了靴子 坐在那炮脚 以洗具满身疲乏 你在那拿起延安的兵图 看着 好天意拖着镣铐 上前 又道 我不信大军还四 李霞会突然跑到延州城来 除非是大蒙古国 在陕北增兵了 信不信无妨 我可以放你回去 什么 李霞没有再重复一遍 显然 好天意已经听到了 你能放我回去 明日我会见见杨大渊 你随我去 之后便放了你 你 见面 一共还没几句话 好天意已完全猛住了 他须停下来想一想 如今 到底是怎样的形式 李霞又有何目的 你 你是想招想我 不必痴心妄想 开诚不公于你说吧 李霞道 我放你回去 就是为了离间你 自然有人会疑惑 我为何放你回去 随你如何解释 你打错算盘了 好天意正要反驳 话到一半 又想到反驳了李霞 他不放自己如何是好 所以闭嘴不言 气场完全被李霞盖住 李霞虽年轻 却已经把王爵这个封号 转化成了王气 也许吧 但你降或不降 其实不要紧 我放你回去 要离间的是 所有事侯与忽必烈 明白吗 忽必烈败了一场 人心必须有所改变 你回去 就是把这个改变带回去 这话很拗口 好天意没有马上明白 但他能从李霞的语气中 感受到一丝霸道 属于圣者的那种霸道 哪怕是小圣 惨圣 显圣 圣之不武 圣就是圣 当年蒙古人能压服 无数中原豪杰 不正是有那种 不断胜利之后 累积起来的霸道吗 天色很快暗下来 李霞是连续奔波了三日 才赶到严州城的 车马劳顿 坐在夕阳下 与好天意说了这几句话之后 自去歇了 好天意 今夜难得不用劳作 被带下去 安顿 等着天意亮 就要随李霞出城 去见杨大渊 他睡不着 因为心里 还没接受蒙古退兵之事 让李霞这么嚣张 你降或不像 其实不要紧 李霞这句话始终 回荡在耳边 让人有种被轻视的感受 也是 这一战先是迷了路 结果还没打出战果来 就被俘了 一次运气不好 怕是一辈子 背上庸才之名了 好天意不由 悲怆 之后 想到了他父亲 好和尚拔斗 被俘虏 有何丢脸的 父亲 从小就是俘虏 最后还不是成了 威名赫赫的大将 这念头一起 好天意不由一惊 倒不是起义 要投李霞了 只是原本从来没想过的事 开始想了 像是某块瓷器咔 地裂了一道缝 天色蒙蒙亮时 好天意便被喊起来 被压着随李霞出城 黄土高原壮阔 荒凉 一队人 沿着沿河 向西北侧马而走 周围是驰骋到远方的探马 隐隐的还能感受到 身后马蹄声 那是张觉在为李霞压阵 倘若杨大渊想突袭李霞 只怕要成全了张觉 想要野战的心思 与李霞出行并不乏闷 一般言 越年轻的上位者 越绷着 怕压不住场面 但这位年轻的郡王 不摆架子 对待士族颇为 清和 说着 当年的风土人情 很快便有来自当地的 士族应李霞的询问 开枪唱了《星天游》 那是使兆麾下的一个年轻士族 完全是陕北人的特点 有黑 爽朗 大大咧咧 他一手拉着缰绳 一仰头 便高声唱起来 天呀 地哟 高亢的歌声 像是直刺云霄 像是宣泄着所有的情绪 家呀 人哟 天上火烧云 地上麦苗青 东边 下雨西边晴 受苦人 多会才能过上个好光景 沿河北岸 杨大渊驻马丽 听到了那远远传来的歌声 他阻击隆西秦州 但很早就到了川鼠 早已适应了蜀地的山清水秀 冬暖湿润 陕北对他而言太干燥了 唯独这边的民歌与蜀地相向 让人每听一次 便想念家乡 其实当年投降的时候 他本以为蒙古 要一举灭颂 毕竟蒙歌汉亲征 来世汹汹 大宋危在旦夕 遂想着 已经无可奈何了 守国守不住了 为了满城百姓与家小 只能投了 王坚之所以坚守 那是报定了驯国的决心 也没想到能胜 当时 谁都没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天意弄人 杨大渊满心就是这些 牢骚与不情不愿 他迷眼看去 终于见到李霞的队伍 向这边过来 双方各自在合的 一边站定 各自的士族 都还在戒备 杨大渊迷眼看了一会 但确定了 真是李霞来了 他翻身下马 向前走去 这举动 吓了他身后的杨文仲一跳 叔父 你都不必管我 等着 放心 李霞不会杀我 杨大渊手一抬 竟是头也不回 独自踏上了 沿河上的小木筏 自称着高相对岸滑去 好天意员还抱着侥幸 认为李霞只是在 框他 实则并未击退猛军 但此时一看杨大渊 竟这般迫不及待赶过来 不由大吃一惊 暗道 一旦杨大渊叛 猛 对北地人心 只怕震动不小 好天意很想开口 骂上几句 如杨大渊 你个胆小鬼 我要你合计张卷 你却见死不救 但他明白 骂出来 反而是丢了自己的脸 仗了李霞的威风 此情此景 便让人无比难受 李霞要的就是 让这些为蒙古 效命的人难受 淡淡瞥了好天意一眼 任由他旁观 举步向杨大渊赢去 从杨大渊 曾斩杀蒙古 劝降使节一事 来看 李霞便知道 其人投降蒙古 并不甘愿 塞门寨 报将军 现已探到 张绝岭迁于兵里 据沿河渡口十余里 杨文安眯了眯眼 姑娘着 袭沙李霞可以一事 遂抬手道 出发 他已披了一身甲咒 跨坐于战马之上 身后是数百人的惊奇 寨门打开 仙头的骑兵 已如流水般涌出去 于 后方又有信马赶到 凑到杨文安身边 道了一句 将军 燕京的天使许公快到了 我知道 让文灿先去迎接 便说战事危急 恭请许公烧猴 这 副帅已告诉许公李霞之事 许公请将军不必出计 他自有计较 与此同时 北面的秦直道上 许恒正端坐在马车中 他已听说了李霞 突然到了延安之事 但评点起来 犹豫太从容 当年 杨大渊先斩杀王仲 仿佛为宋国殉难之心 瞬间 但到头来 不还是选择了龟父 你看他想要什么 莫看他平时如何 说 得看他最后如何选 第823章 切身立矣 杨大渊之地杨大吉 驻守在延州城以北的青剑城 许恒 此番前来并未事先派人告知 直到他抵达了青剑城 杨大吉 才得知此事 联盟派人往塞门寨 通知杨大渊来迎 信马到塞门寨时 杨大渊已出发去见李霞 杨文安听说有重臣自燕京而来 不再犹豫 点起心腹精兵 必要去袭杀李霞 而就在杨文安点起兵马的这回功夫 许恒竟已得知了杨大渊要去见李霞之事 表面上说是副帅杨大吉说的 但杨文安一思量 便知杨大吉不太可能主动告知许恒这种事 想必是军中有人告诉了许恒 杨大吉见瞒不住了 只好全盘拖出 想着这些 杨文安已有些不安起来 他没有卸甲 直接便披着一身盔甲 北向去迎接许恒 思量着近日发生的事 他认为以呼必烈的气度 不至于因这点事追究杨家 万一真要追究 杨文安也不介意提着许恒的脑袋 去投靠李霞 一路上想着这些 他迎到了前方的马车 见到了许恒 许恒十年54岁 是名满北地的素儒 当年连西县才任职关中 第一件事便是请许恒为金兆府踢学 后来呼必烈从鄂州北归 征召许恒入朝 认他为太子太保 虽说大蒙古国任官 随意 不管之前是何职 是何品杰 只看大汉的心意 但能被呼必烈授予高官的汉臣 确实个个都有真材实学 这种破格提拔 每每让人感激涕零 心生笑死之意 许恒虽是书生 一掀车怜 浑身气场 却是把周围将士的杀伐器 都盖了下来 因为他奉呼必烈之命前来 杨文安特来引鲁斋先生 好 好 许恒一看杨文安便是目录赞赏 河头不已 赞道 好一个少年豪雄 英姿飒爽 杨文安得了夸赞 不由对许恒大声好感 芒上前以学生之礼相见 边走边谈 如何 晚辈 姓慎 先生换晚辈 表字太书即可 杨文安是个很简单的人 他是个将军 只管打仗 讨要功劳 他不像杨大冤 心中藏满了不合时宜 这样的性格 使得杨文安说话做事 都很爽快 他的态度很简单 胜败乃兵家常事 忽必烈 实力还是雄厚 没必要 因为这次退兵 就去享有的没的 很快 他也把这层意思 表达给许恒 之后道 叔父也是此意 今日去 正是去扶杀李侠 无妨 哪怕杨元帅 是去与李侠谈谈 又能如何呢 许恒府须道 老夫很想知道 李侠能给他什么 沿河边 远处的黄土园上 也有草木 但相比 川鼠的山 这里的草木 总显得稀薄 露出下面的黄土 显得干燥 黄色 是苍凉的颜色 有兵士侧马赶道 只见两岸各有兵士猎阵 却并非剑板弩张的场面 杨文仲回过头 问道 何事 信马上前 低声道 将军 燕京有高官来了 这么突然 杨文仲似叹了口气 抬眼望向对岸 眼神中带着些担忧 杨大渊毫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因为李侠若杀他 得不偿失 李侠眼下要做的关键是 争取北地的人心 每争到一分 他就强一分 忽必烈就弱一分 这种时候 若杀杨大渊 只会毁掉信誉 往后很难再有北人相信 李侠 且杀了也没用 杨家 还有杨大吉 杨文仲 杨文安等将才 还有杨大渊之子杨文灿 因此 杨大渊坦然到了对岸 走进宋军士兵之中来见李侠 李侠 碎妖 他到园上的小亭子里谈话 一起用了午饭 谈话 饮食 杨大渊问的都是川鼠如何了 他听说各个山城的军民 又被牵下来 很是感慨 渐渐还红了眼眶 这辈子 历任彭州 历州 浪州 奎州 走遍了整个川鼠 你方才所言 想到蜀中军民返乡 安居乐宴 自己却在这西北吃风沙 只觉造化弄人 他也不为自己推脱 顿足长叹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李侠看得出 杨大渊说 这些都是出自于真心 这个蜀中 老将是真的对大宋 对川鼠 对川鼠的山水 与百姓有感情 还有回头路 李侠道 今日的谈话 杨大渊分明是一副 恨不能马上就归降 李侠回归川鼠的样子 而且不是演的 但谈到关键问题 他却沉默了 李侠有耐心 不急着催 等了许久 才又听杨大渊开口 老夫很羞愧啊 十大宋米露 却屈膝投降 辜负天子厚望 毁家兄忠烈之名 杨大渊没说自己愧对百姓 他保全了满城百姓性命 他坐在亭边 扶着自己的膝盖 想了想 又到 若有可能 老夫确实是想回川鼠 这句话 或许有可能影响到 整个天下的形势 以杨大渊的子力 他投降之后 迅速让所有翔将 都围绕在他周围 在蒙古 又形成一个军阀势力 当年他一想 几乎是带着 除了钓鱼城之外的 蜀中诸城一起投降 现在 他若肯想李侠 重要的不是他之后 能为李侠做什么 这件事 本身就能让无数人 对忽必烈失去信心 李侠很慎重 听了杨大渊的表态之后 想了想 缓缓问道 杨老将军有何想要的 他称老将军 而不是都元帅 这是不承认 蒙古给杨大渊的率直 这一句话之后 杨大渊表情 似乎平静了一些 继续拍着膝盖 道 至我者为我心腰 不至我者为我喝球啊 隐隐的 没有刚才那么真诚了 李侠笑了笑 他知道 杨大渊和刘黑马 还有些不同 刘黑马是被打败了 不得不详 杨大渊 却还有选择的余地 而且明白 现在这局势 他正好能起到 千一发动全身的作用 这种时候 是该给些足够的条件 但李侠还是道 杨老将军也知道 蒙古如今代武将虽宽 往后 却未必 在蒙古 杜元帅之职 可承袭下来 杨大渊缓缓道 小亭子里安静了一会 先前饱满真挚的情感 发自于杨大渊的肺腑 他以双目通红 像是以决心反正 但 实在话现在才说出来 切身利益 这只是杨大渊的第一个条件 后面必然还有别的 当然 李侠若不得答应这个条件 后面的 也不必谈了 李侠却是 答非所问 谈起了别的事 这次忽必烈 齐集大军来犯 最后却无功而返 杨老将军 是如何看待 往后的局势 可看清了 什么世袭的都元帅 军民总管 倘若最后 蒙古国若没了 一切也都没了 杨大渊反问道 这次若不是草原出了变乱 关中 真的能守得住吗 蒙军强攻两越 未进关中一步 足可见忽必烈外强中干 阿里布哥 为你解围了 不是吗 不是 李侠道 哼 好吧 杨大渊笑笑 摆了摆手 示意不必再谈这个话题 他这个笑容有些讨厌 态度有些轻蔑 若换作张绝来劝祥 只怕 要气得杨斧头了 杨斧头也没用 改变不了杨大渊的想法 暴躁 只会更让杨大渊看清 这场劝祥 似乎被李侠搞砸了 好在杨大渊没有马上离开 免须沉吟了许久 自语道 听说 王坚只进封了清水县开国博 他把这只字咬得稍有些重 态度 像是在说弱 不肯给世侯之权柄 至少也该给个爵位 当然 哪怕你肯给 我也得考虑考虑 李侠沉吟不达 他自己也只是一个郡王 又能答应给杨大渊什么 这样吧 往后 往后 郡王即自诩击退了猛军 凡事犹待以后 杨大渊反问了一句 摇头叹道 老夫活不了几年了 谈条件总是繁琐的 眼下已涉及到太多问题 甚至包括李侠名不正 言不顺 确实很难给到旁人足够的信心 不过 今日原本就不会有结果 李侠不可能马上就答应 杨大渊的任何条件 只需要先知道杨大渊的态度 再做考虑 杨大渊亦是如此 且他自己考虑还不算 哪怕他决定归顺李侠了 还需回去与家族商议 说服所有人同意 两人就这样相互试探 直到天色渐暗 最后 杨大渊走下园台 重新上了木筏 撑着高向沿河对岸 滑去 今日 与李侠相见 他有些后悔 失望 李侠没有如他预想中一般 应允诸多条件 表露出的态度 是我早晚要打败忽必烈 现在是给你机会 杨大渊自逝 不喜 但心底有个念头 在问他 敢不敢赌这个年轻人能成事 这念头并不强烈 也就只有一点 让他想多试探试探李侠 再做考虑 李侠翻身上马 扫射好天一眼 再看向杨大渊那撑高的背影 认为 今天已经有很大收获了 不论杨大渊如何选择 忽必烈 与支持他的汉人之间的裂缝 将越来越大 天色暗得很快 杨大渊划到河中心时 李侠只能看到河上的一道剪影 说来 杨大渊这人 谈不上崇高 但人品并不坏 私心有 攻心 确实也有 慧 软弱 但也悲天敏人 他守过川鼠 保过百姓 投了猛军 心里也后悔 也想要好名声 终究还是要为家族考虑 也许 换成别人到他的处境 会有很多很多人做出 与他一样的选择 人嘛 曝 黄昏与夜色交替之际 天地之间存着的最后一点光亮中 不知何处有箭矢射出 正中撑着小伐的杨大渊 扑通 那道身影 直直地落入水中 鼠中速降 穿闪都元帅 连挣扎都没挣扎一下 尸体随不而下 叔父 大帅 渡河 给我杀了李侠 为叔父报仇 第824章 许诺 好天意在沿河岸边 坐了一天 比起被俘之后 不停劳作的日子 难得能休息着 看看风景 其实也不错 而李侠要他看的不是风景 他已经看到杨大渊的态度 称乏靠岸 与李侠 长谈至日暮 带他回到太原 提及此事 便要掀起一层波澜 吹咒北地人心 这一天 原本就是这样 夜幕降下 岸边的宋军 持着攻保护着 杨大渊过了核心 过了核心 那已是杨大渊的地盘 北面 那列队森严的 全是杨大渊的心腹 宋军士族们 于是收了弓弩 转身 准备 回城 郝天忆的双手被绑着 自有一名士族牵着他 让他跟在马后走 很狼狈 沿州城一战 他误入张绝的埋伏 杨大渊见死不救 所以今日他沦为李侠的 接下囚 杨大渊 还是坐上兵 但就在回过头之际 他余光瞥见 河面上那道身影 跌了下去 前一刻 还是坐上兵 还是杜元帅 穿闪局势 因他一念而动 下一刻 已是和尚服尸 死得毫无挣扎 造化弄人 作为整监士的旁观者 郝天忆 心头有些感慨 他迅速冷静下来 扫视着周围 寻找凶手 对岸的猛军人声鼎沸 怒吼不已 一片大乱 不少人怒吼着 再向这边放箭 箭矢大部分落在河面上 超过了河星 换言之 沿河两岸 虽射不到对方 但都能射到杨大渊 郝天忆 再转头 只见河岸 两边都有一排树木 陕北这边的树木 多是百树 所谓松柏长青 在这三月时间 百树枝叶繁盛 树冠可以藏人 没看到南岸 有人从树冠上跳下来 至于河对岸 销声震天 已无法从混乱的场面中 看到杀手是否趁乱 隐匿至士族之中了 这一瞬间的观察 郝天忆已有大概的判断 认为该不是李霞动的手 既毫无必要 动手 也不是适合的时机 他并不确定 也影响不了对面 那些大声呼喊着 要报仇的人 已有传之 从沿河上游顺流而下 杨文仲正高声下令 命士族渡河杀李霞 郝天忆见此情景 倒是颇为好奇 李霞要如何向杨文仲解释 此时若能让杨文仲冷静下来 未必不能找到杀手 若能解释清楚 只怕杨家还真能复归李霞 李霞没有解释 一开始一刀刀命令布置下去 郝天忆听不太清 只听到不远处 使兆正在向麾下传达 让蒙军攻过来 围歼他们 一个都别放跑 由马提升向南而去 那是李霞派信马去调动援兵了 这让郝天忆很诧异 李霞的反应有种冷冽之感 像是根本就不带情绪 没有惋惜 不喊着冤枉 事情发生了 解释也没用 杨文仲想杀过来 那就杀回去 最好直接杀人灭口 把事态控制住 仔细一想 这么年轻就能这么理智 可见其性情良薄 无情 郝天忆真不喜欢李霞这种人 觉得有些可怕 宋军士族开始紧张有序的备战 郝天忆被绑在了一棵大树下 他抬起头看向头上的树冠 忽然感到背后凉嗖嗖的 他不由想 也许就是李霞 方才与杨大渊没谈拢 派人射杀了杨大渊呢 杀手此时就藏在这树冠上 跳下来就能给他郝天忆一剑 封猴毙命 郝天忆喉咙滚动了一下 他觉得人命真是脆弱 夜幕完全降下 有人点起火把 双方已开始剑语试探 战事胶着 南面有像闷雷一般的马蹄声传来 那时张觉得援兵快到了 没想到的是 杨文仲原本是一副 不死不休的姿态 却是在这之前 已下令撤退了 明金声自对岸传过来 郝天忆松了一口气 他被绑在这 跑也跑不开 万一对面攻过来 战线推到附近 极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之后便见宋军沿河追了一段 但毕竟是位居下游 而且没多远 就是猛军那层层构筑的堡垒 猛军一退 宋军已做不到歼灭对方 很快也就退了回来 一场冲突便这样草草落幕 就连郝天忆都察觉到 杨文仲反应异常 从怒而兴兵到 冷静退敌的转变太快了 显然是得到了提醒 说明有人正在与李侠过招 大蒙古国既然是主动退兵 陛下又怎会没考虑到 此举带来的人心变动 怎会没有后招 一具尸体被打捞起来 送进了塞门寨 有士族高举着火把 在前方引路 还未到大堂 已听到怒吼与痛哭之声 二哥 杨大吉 上前哭喊 满脸的震惊 悲痛 哭道 大哥走了 你也走了 这一大家子人 我怎么办啊 叔父 叔父 杨文安伸出颤抖的手轻轻 碰了碰杨大渊的尸体 似乎不肯相信 叔父已然身亡 但确定单架上的人 真的活不过来了 杨文安目住了 他转头看了看兄长杨文仲 向后走了几步 也不知是想去哪里 直到想起了幼年 父亲战死时 杨大渊曾一把将他揽在怀里 说了一句 叔父还在 叔父会把你当儿子养 杨文安眼眶一红 落下泪来 他性格倔强 素来不愿在人前显情绪 抹了抹眼 站在一边 冷静下来 父亲 杨文灿隔着几步远 没能抢在他三叔与堂兄们之前 接触到他父亲的尸体 杨文灿举止文弱 当周围杨家人都在呼和报仇时 他却是听了几个族书的吩咐 去把孩子们都带到一旁 杨家人各有反应 而杨大渊平素宽带将士 全军漠不悲痛 不少人拔出佩刀指天 历史臂展李霞为元帅报仇 直到这些人的情绪度过了最激动之时 许恒才缓缓夺不到了杨大渊的尸体前 作为大蒙古国重臣 表达了哀悼 是一士族将火把稍稍凑近了一些 许恒俯身 眯着老眼 仔细看了杨大渊被河水泡得苍白的面容 溃烂的 伤口 箭矢是从左侧贯穿了整个脖梗 是弓箭 不是弩箭 弓箭上手更难 但擅射者能射二板余步 弩箭虽行及十倍余弓 但直射只能打五十步 再远 必要失稳 换言之 射死杨大渊的人 大概在离核心五十步到百步远 再看箭矢插过 有些自上而下的倾斜 看来 宋军攀上了河对岸的树 射杀了杨元帅 许恒做了判断 杨文安遂招过两名士族做了掩饰 宋军在南岸 杨大渊回来石面朝着下游撑高 夕阳最后的一点余灰 投在他背面 一箭从右面射来 末了 杨文安向杨文仲 问道 大哥 是这样吗 不错 杨文仲哽咽 杨文安文言 皱了皱眉 夺了几步 站在了篝火最亮之处 在这里 他扫视着那些随杨大渊一道去的士族 都说说你们当时看的情景 先至桑吧 杨大吉道 让二哥入土为安 再谈报仇之事 毕竟是长辈 杨大吉既开口了 杨文安 虽不再继续质问 军役大堂 很快改成灵堂 塞门寨里 一片忙碌 至深夜 许恒 杨大吉 杨文仲 杨文安四人 方才坐在偏听密议 人少 有些事才好开口 才能开成不公 在沉闷的气氛中 许恒先开了口 道 杨元帅位 招响李侠 不惜己身 渡河 受之 为国家之力 而笑死 老夫当禀明陛下 为杨元帅追风 杨家殊职三人 闻言皆松了一口气 杨大渊死在去见李侠的时候 他们 必然要担心 忽必烈会怎么看待 有了许恒这句话 自是安心不守 当年 武仙设宴 复杀史天尼 为天下所不耻 杨大吉道 如今李侠竟敢 笑武仙之行径 必将他 碎尸万断 把杨大渊比作史天尼 杨大吉 这是自比史天泽了 而将李侠比作武仙 引得北地侍侯对其反感 显然也是对大蒙古国有利的 两句话 整件事的基调已定了下来 那之后所说的话 便不能改变 方才定下的基调了 只是探讨 杨文安此时才问道 我还有一点疑惑 叔父重见时 是面向东边还是西边 大哥 可记得 杨文重一愣 回想着 缓缓道 当时天色已暗 隔得又远 看不清了 军中士族也无人看清 方才问过了 有人说 叔父面朝上游 但更多人都确定 叔父是面朝下游 二弟是何意 杨文安并未马上回答 目光似乎向许恒看了一眼 许恒叹息一声 转向杨文安 问道 看来 太叔是对老夫有所怀疑 晚辈不敢 有所怀疑 人之常情 许恒道 但老夫并无杀杨元帅的理由 老夫万分肯定 杨元帅绝不会受李侠蛊惑 因为李侠根本就给不了杨元帅任何许诺 他点到为止 但杨文安已听得明白 点了点头 既然不担心杨大渊被策反 代表忽必烈前来的许恒 根本没必要杀杨大渊 反而要当心主帅一死 陕北局势动荡 那看来 是叔父与李侠谈过 拒绝了李侠提出的要求 李侠因此发怒 派人射杀叔父 杨文重道 我预想 预觉得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不错 杨文急道 李侠见二哥对大蒙古国忠心耿耿 故而起了杀心 许恒叹息一声 遗憾不已 老夫此来 本有一桩大好消息 预告之杨元帅 想必他若得知 定会欣喜欲狂 可惜了呀 杨家叔侄三人 纷纷肃容 看向许恒 只见许恒放下了抚须的手 缓缓道 自今往以来 天下震荡已久 蒙古虽大 以杀伐公鲁为势 无法夺济 与突厥 回合合意 请老夫有幸 与朱军共辅盛名 以汉法之中下 便一位华 立刚沉寂 开统建国 说着 他已站起身 环顾着座中三人 朱军 皆为开国之功臣已 于杨家叔侄而言 持这一句话 岂可知 大蒙古国给的比里侠 多得太多太多了 不 不再是大蒙古国了 第825章 无心独无主乎 许恒的一番话 冲淡了杨大渊之死 带来的悲痛 杨家叔侄三人 眼底似有什么被点燃了 皆有些昂扬起来 国号 国号是什么 本朝疆域之广 立古所无 陛下认为 若思汉唐 那般以初启之意为名 不足以张胜大 故有一曲 已经大哉前缘之意 定国号位 许恒愈发郑重 缓缓吐出了两个字 大渊 唐上安静了一会 杨大吉重复道 大渊 他咀嚼着这个国号 过了一会 又低声念叨道道 这是立古所无的国号啊 坐中四人放缓了谈话的节奏 各自思量 体会这件事背后的意义 定下国号 当然不只是改了个名字 那么简单的事 改变的是 整个政权 事变以为汉的最重要的一步 与他们这些人 切身相关的利益 便有许多 如官职 爵位 轻始流明 且这些是确定了名分的 确定名分是何意 一个谋士 追随一个主公 打天下 安前马后 出生入死 最后能得到怎么样的封赏 未知的 而现在 杨家驻大元朝开国 这已是实实在在的功劳 一念至此 杨大吉嚎啕大哭 二哥 二哥呀 他哭得动容 显然心中无比遗憾 泪水滚滚下 二哥 你为何要去见李霞那阴险小人 为何呀 可想而知 若杨大元未死 这次忽必烈开统建国 必定会有封赏 如今陕北这局势 正是要靠杨家对抗李霞 而中原人心不稳 正要靠候赏杨家 来起到千金买马骨的作用 偏偏 杨大元死在这 将要得到重赏的前夕 何等 可惜呀 杨大吉垂胸顿足 愈发伤心了 徐亨原本还有话想说 见杨大吉如此 一时 却不好开口 好在并不急在今夜 他遂转向杨文安 道 先为杨元帅治丧吧 旁的 明日再谈 晚辈宋鲁斋先生 杨文安道 杨大吉止住了 哭 道 我宋鲁斋先生 徐亨 没有拒绝 在杨大吉的引领下 先去休息 剩下杨文仲 杨文安两兄弟坐在堂上 杨文仲疲惫的往后一椅 揉了揉额头 问道 叔父明显是李霞所杀 二弟今夜 在追问什么 问清楚总是好的 杨文仲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能对叔父下手的 只有两个人 一是李霞 二是 他画到这里 他指尖往天上一指 指的是忽必烈 这次 许恒代表忽必烈前来 时间 又来得这么凑巧 众人嘴上不说 难保没人怀疑 杨文安道 我并非怀疑鲁斋先生 今日我听说了一件事 当年战乱时 鲁斋先生曾在盛夏 往河阳避难 口渴难难 正于路边有棵梨树 旁人纷纷去斋 唯独他端坐树下不动 因梨树有主人 有人告诉鲁斋先生 实质乱世 梨树便是有主人 也跑了 他答 李无主 无心独无主户 杨文安画到这里 摇了摇头 道 这样一个人 该不会刺杀叔父 杨文仲问道 二弟若不是怀疑鲁斋先生 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就因为当时 只有我随在叔父身旁 杨文安看向兄长 脸色平静 淡淡道 说了 问清楚为好 以免旁人嚼舌 杨文重猴头 微微有些滚动 偏过头 有些畅妄 不安 二弟 信我 我没有害叔父 叔父一定要过河 我没拦住 也没保护好他 我以为李霞不会杀他 没想到会这样 我知道 杨文安道 是我疏忽了 李霞向来善用刺杀 他那人 便是刺杀起家的 不错 他之于刺杀小道 唯 天下人不耻 不一会儿 杨大吉回来 脸色油带着沉痛之色 在上手的位置坐下 道 方才鲁斋先生说 尚书请陛下追风二哥爵位 杨文重抬起头 有些疑惑 该能追风俊功 但不知能否成习 杨大吉道 不过 可确定的是 一大蒙古国 一大元惯例 文灿可成习二哥的都元帅一职 应有之意 是 应有之意 鲁斋先生又言 观文灿为人 果于文弱 他欲起奏陛下 孝拱昌汪家设总帅府 在于杨家中 推举出一名能服众之人 赐佩金虎服 任川陕安府使 军民总管都元帅 向总帅府示 这是大蒙古国的优待 是侯的特色了 就像汪家 有个总帅汪维正 但汪忠臣 汪梁臣等人 各个也是都元帅 既辅佐汪维正 也有各自的实意 前途 简单而言 杨大元的职位 由杨文灿继承 而兵权 由杨家其他人继承 历古以来 就没有哪个王朝 能比得上大蒙古国 宽戴诸侯 杨大吉说着 有些掩不住眼中的向往之意 他转头看向两个侄子 道 如今李侠 就在沿州城 虎视眈眈 明日我等便召集诸将推举 如何 杨文仲略略犹豫 今日 为他与杨大渊 同往沿河边见李侠 最后没能保护好杨大渊 又不能挥兵报仇 暂时已无资格相争 他干脆便应保 何必推举 自该由三叔主事 杨大吉很满意 又看向杨文安 论军功 当年杨文安 曾击退吕家军 甚至一见射中吕文德 但他毕竟还年轻 杨大吉 希望侄子 这次能够相让 杨文安面露悲痛 道 侄儿先去为叔父守灵了 他静止起身 离开 到灵堂跪下 结果一打指前 为杨大渊烧纸 黄纸落在火盆中 腾起青烟鸟鸟 沿州城 好像上次在成都城外见面时 一样 张绝坐在火炉边暖着酒 李霞则坐在他对面 忽必烈派人来杀了杨大渊吗 张绝问道 比如他军中有忽必烈的人 这种眼线必然是有 但忽必烈不至于做这种事 他是君主 相比于暗杀一个还未反叛的大将 他的威望更为重要 李霞说着 张绝抬起酒壶示意着问他 是不是喝一杯 他摇了摇头 君主暗杀臣子 尤其是在我这个敌人面前 一旦被我证实 必大损他的威望 你看他对付李坦便知 直到李坦举起反叛 他才动手 张绝问道 那我们就证实忽必烈杀了杨大渊 证实不了 既无证据 苦主又不认 李霞摇了摇头 之后道 不过 可以放出些风声 争取些舆论 为何没证据 你认为不是忽必烈派人动的手 不可能 张绝道 否则还能是谁 我也在想 你看杨大渊有心投降 但还没定下 在今天 暂时还没影响到 我与忽必烈之间的形势 最受影响的是什么 张绝沉吟道 万一杨大渊投降 你能给他的权力少了 若是忽必烈 为了安抚人心 给了杨家更多的权力 使得杨大渊亲族或部下中 有人坚定决心 效忠忽必烈到底 此时 杨大渊一见你 就已经耽误了他的前程 对 韩城一战时 我便注意到了 忽必烈如今正在提拔是侯中的年轻一辈 以心待旧 掌握是侯兵权 李霞道 我疑惑的是 到底是给了多大好处 能让这人如此果断地动手杀杨大渊 你又给不了 你就是一个郡王 还能给人封关许绝不成 张绝拿酒杯碰了碰李霞的水杯 道 打个赌 你觉得谁动的手 我不如你了解杨家形势 那我先猜 若不是忽必烈派人动手 那就是杨大吉 记住 若是忽必烈的人动的手 也算我赢 李霞反问道 杨家这些人 你最不愿与谁对战 张绝一愣 放下酒杯沉吟了一回 我换一个答案 次日 塞门寨中三军告诉 杨大吉一夜未睡 已准备接手兄长的兵权 他久随杨大渊在军中 威望足够 本就是最适合掌兵的人选 眼下着陕北局势 继续奉行杨大渊留下的已成功成之法 缓缓推进战线 再立些功劳 几年内再谋一个功侯之绝 应该不是难事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今日并非是如他所想的那般 把诸将召集在一起进行推举 许恒竟是一个一个召见了军中将领 说是问询几句 将诸将的言辞记录给陛下 这让杨大吉有些失望 好在 只是推举的方式不同 在他想来 结果是不会变的 第一个去见许恒的是行军万户张大悦 张大悦曾经是运山城守将 受杨大渊招降 投降蒙古之后 他便为杨大渊马首是瞻 许恒先是问他 可有信心长兵 张大悦连忙推辞了 他在军中势力远不如杨家 自问 根本没能耐从杨家手上夺权 许恒又问谁可掌兵 张大悦略有些迟疑 硬道 若说资历 该是杨三个适合 可若说领兵之能 文安才是最出色的那个 许恒并不惊讶 抚恤道 原来如此 张大悦的表态 似乎已将事情定下来了 之后 许恒又见了许多将领 若有人说杨大吉 杨文仲的好话 许恒便会反问对方觉得 杨文安如何 大部分将领都对杨文安服气 坐在一旁的 还有许恒的学生 吕端善 负责记录 末了 吕端善忍不住 抛出了心中的疑惑 老师似乎主意杨文安 许恒抚恤 玩笑般 硬道 不帮他一把 万一他指责是老夫派人 暗杀杨大渊 如何是好 吕端善一愣 此地都是杨大渊的旧部 若谁被指为 杀杨大渊的凶手 那些将士 还真敢报仇 昨夜一直在利用这点 且能让人感受到威胁的 只有杨文安 他会这么做吗 杨大渊死时面朝东 面朝西 谁说了算 吕端善 耸然而惊 道 可我们没有 杨大渊绝非老是派人暗杀 该是李侠所为 杨文安当然明白 他怎会不明白 许恒似乎对杨文安很欣赏 又道 他还很明白他所求为何 且失忆得很明白 他心中有主 满足他 他即可坚定效忠于陛下 效忠于大渊 第826章 书直 桌上摆着一串油膜膜 几块风干的羊肉 张觉没拿筷子 手拿着磨 一口一个就着马奶吃了 抹了抹嘴 道 我看你这次是灾了 跑来想 招降杨大渊 结果弄得一身心 往后传出去 谁还肯归顺你 你怎会觉得我亏了 李侠反问道 说得好似杨大渊 是我麾下大将一般 分明是敌方 死了个都元帅 张觉 见他已喝完了一碗马奶 随手把桌上 装马奶的陶罐推过去 道 杨大渊本来有可能归顺 结果死了 你还坏了名望 岂不亏大了 算不上什么污名 而且与敌人辩解 输无必要 就这样放弃 策反杨家了 李侠没说 是与不是 只达道 本就是试探 现在试探过了 对面能动手杀人 说明 忽必烈给的好处大 但忽必烈刚输了一仗 他的实力还在 比我们雄厚 但他是一族 杨大渊还有秦淮 愿意与我们对话 但死了 李侠道 与别人没什么好谈 权力场上说起来都是正义 做起来都是利益 张觉深以为然 道 话虽如此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却灰溜溜地走了 不然呢 你想趁着对面群龙无首 打一仗 哈 你看出来了 既然不打算与对面辩解 那就打一仗 如何 要争人心 不成成威风 怎么行 李侠队张觉毫不摆架子 拿起桌上最后一个油摸摸 包着羊肉干 眼中有些思索 态度 则很随意 道 你是主帅 你安排 塞门寨 朱将既愿以奉杨文安为统帅 许恒顺从 军心 但准备为其上表请风 同时已将杨大渊的金虎符 交给杨文安 有如此老成持重之恩主持 根本没有给人七嘴八舌 提出意见的机会 竟是在杨大渊报王不到一日 便完成了兵权的过渡 等杨大吉反应过来 已是杨文安手持金虎符 在大殿下号令 朱将之时 国朝出力 我必继承叔父一致 尽全马之劳 抚陛下一统四海 请诸位共建功名 创开国盛举 往后滑盖诸轮 富贵延绵 忠贞 以传异业 标柄垂于轻视 杨大吉站在典将台下 看着英气勃勃的侄子 站在台上收服人心 脸色愈发阴沉 好在许恒行事周到 并没有忘了安抚杨大吉 特意邀了他私下相谈 以往 侍侯家中少有争权之事 杨复帅可知 为何 因大蒙古国以战功为重 只要作战奋勇 陛下从不领于赏赐 许恒说着 心里也在思量着行事 原本平定了离坦之乱以后 是该开始收拾侯之权了 循序渐进地做这件事 一边打仗 一边通过提拔忠诚好控制的侍侯子弟 态唤那些心思复杂的侍侯 但 没能击败李霞 是一个意外 这让有些该被态唤掉的人 心生侥幸 时局虽变得微妙起来 故而 需要他来安抚住杨大吉 简而言之 告诉杨大吉 既然才能不如侄子 那就放下脸面 安心辅佐侄子 往后 由不失富贵前程 事到如今 杨大吉已没办法 心中虽郁闷 但也只能试着去接受 他没心情 再去杨大院的灵堂听人哭 自拿了一坛酒 到城头痛饮 正喝着酒 却见麾下心腹将领终结上前 轻声唤道 富帅 我知道 杨大吉难难道 二哥在丧妻 我不该饮酒 但 心中哀痛 富帅 末将是想说 在城头捡到了这个 那是几张字条 杨大吉结果一看 只见第一章上面写的是 杀杨大冤者 杨文安 是也 他不由一愣 问道 对面射上来的 是 射了好多 杨大吉摇了摇头 道 这是宋人的诡计 不能中计 嘴里这般念叨着 杨大吉已看向下一张 众人亲眼所见 见识自北岸而出 若没看到这纸条 杨大吉 也许就如 许恒劝的那样 放下身段 明日酒醒之后 便开始辅佐侄子 此时心底那才沉淀下去的一点情绪 却又被拨弄起来 他又重复道 这是宋人的诡计 话 虽这般说 他一转头看了终结一眼 是一期继续说 副帅 我们这边也有好几个人说 昨夜见到那只剑 是从北岸射出的 不是天快黑了 能看清吗 终结低声道 射箭者 都能看清大帅 自然有人看到 只是所有人咬定了 是李霞那边射出的剑 他们只好当自己看错了 杨大吉放下酒坛 招了招终结 低声吩咐道 去查 若今日继承 杨大冤兵权的事 杨大吉 他一定只会坚信 杨大渊死于李霞之手 说什么也无用 但杨文安一长兵 有些想法 便突然不同起来 杨大吉 不要想到 杨文安昨日 曾要领兵去袭杀李霞一事 原本 因李霞确实杀了杨大渊 让人觉得 杨文安有先见之明 看穿李霞险恶 要提兵去救杨大渊 可若换一个思路看呢 若杨文安是听说 杨大渊已独自渡和 这才提兵呢 岂不是逼着李霞杀人 想到这脸 杨大吉登时久醒 他还没有任何一点证据 却已经在心里确定 杨文安才是凶手 又过了一会 终结重新回来 这次却是又带了几个士族 给出了更多的佐证 小人昨日护送鲁斋先生 从青剑城过来 隐约听到鲁斋先生 与邵将军说话 说了很久 鲁斋先生似乎说过 该由邵将军长兵 你确定听到了 小人 应该听到了 好像说是如顺天张家 张帅治世之后 选族中出色子弟什么的 之后说到邵将军 该当统帅云云 杨大吉 脸色完全阴沉下来 他夺不良久 双拳不时紧握 最后下定了决心 杨文安人在何处 还在灵堂上 灵堂上不时 响起枯叶声 杨文安还跪在那烧着纸前 张大月坐在一旁撕着黄纸 劝道 你昨夜便熬了一整夜 今夜我守着 去歇歇吧 叔父带我如亲生儿子 那岂有父亲过世了 亲生儿子不守夜的道理 杨文安道 一旁的杨文灿 抬头看了一眼 傅又低下头 杨文安不仅在丧事上尽心尽力 另外 还要料理军中事务 比杨文灿这个亲儿子 辛苦得多 也更像亲儿子 忽然 只听得 堂外脚步声震震 有百余士族包围了灵堂 张大月回过头 正见杨大吉 脸色通红地过来 不由皱了皱眉 道 杨三哥 你喝酒了 这是做什么 杨文安也回头看了一眼 起身行礼 换道 三叔 你过来 我有话问你 在场的都是自家人 三叔 有话 不如就在此处问 如何 杨大吉四下看了一眼 道 我看你随我来比较好 是 杨文安为人子直 态度恭敬 向杨大吉走去 那边杨文灿目光看去 犹在疑惑 三叔为何带这般多人守到灵堂来 堂兄问也不问 便过去 突然 动手 也不知堂外谁喊了一声 杨大吉身后 有人拔刀上前 刀光一闪 杨文安已滚倒在地 在地上留下一道血痕 三叔 杨文安捂着伤口 扬起头来 惊讶道 你这是做什么 一瞬间 张大月大步上前 已挡在杨文安面前 杨三哥 你做什么 我 来人 与此同时 远处有名笛升起 笛习 笛习 宋军来了 远远的叫喊声传到灵堂 满堂接惊 杨文安不可置信 捂着伤口又退了两步 惊问道 三叔 原来是你 你投了李霞了 第827章 开弓没有回头见 今夜虽说是杨大吉主动过来 可之后发生的一连串发生的事 却全都出乎他的意料 当杨文安中刀受伤倒地 他已猛在当场 还未反应过来 一声声呼喝 响起 外面别的兵士杀将过来 杀了杨文安 杨文灿 这并非是杨大吉下的命令 但混乱中他回过头去 已找不到是谁在挑动 是非 他的人杀进灵堂 灵堂中 也有人向杨大吉杀来 三叔 你做什么 杨大吉你勾结李霞害死大帅 我没有 杨大吉把刀挡了两下 心中有些怀疑自己可能是 猜错了 也许并非杨文安 害死了杨大渊 别打了 我们中了李霞的戒 他看向忠杰 猜测 是忠杰暗中投靠李霞 故意挑拨是非 离间他与杨文安 一转头 却见忠杰喊着保护副帅 向这边冲 同时 异柄刀正从忠杰心口透出 刀尖上 还躺着鲜血 尸体倒下 杨大吉看到一名自己的青丁嘴里 正喊着杀了杨文安 手中的刀却砍在别的青丁身上 队伍中这样的人 还有好几个 杨大吉一惊 分不清 是这到底是何情况 只在这走神的一瞬间 背上一痛 已中了一刀 也就是他的 盔甲比终结的后 一时没要了他性命 杨大吉反手一刀 劈退砍伤他的人 环顾一看 越来越多的士族 已包围过来 而灵堂上的猪人 根本没有一个人还信他 走 虽说他才能比不了兄长 侄子毕竟是多年从容 还是能迅速看清形势 果断撤退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杨文灿终于从错愕中回过神来 他激动地跳起来 指着灵堂外便大喊道 追 追啊 是三叔勾结李霞 害死我爹 三叔是叛徒 堂中猪将见杨大吉退走 才从金乐中回过神来 纷纷看向杨文安 显然 他们只为杨文安马首是瞻 杨文安本就是杨家子弟中 最出色的一个 年纪轻轻便战功赫赫 当年随莫哥从川署撤退时 之以五百骑便击退了吕家军 这次 从杨大渊去见李霞开始 唯有他保持着冷静 一开始就断言 李霞不可信赖 果断决定击杀李霞 可惜被拦住了 待杨大渊一死 当所有人都一口咬定 凶手是李霞 唯有杨文安还在怀疑 在审问 连燕京来的重臣 也敢质疑 风波一起 唯有他的表现 堪称忠孝勇之幸 但还是止住了堂内的嘈杂 拿下三叔吧 但莫伤他性命 让我问清楚 是 眼下当务之急 乃宋军夜袭 请诸军奋力 守城 我国好伤 马上便到 大帅放心 勾身强高 见识充足 宋军攻不进来 这大帅二字 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而言 实在是有些重了 当今天下间 在这个年纪 就任督元帅的 如李霞 汪维正 一只首鼠地过来 他父亲杨大全战死后 才得一个区区五劫大夫 在五十三阶五城关阶当中是 第三十阶 杨文安裹了伤 披上了原属于杨大渊的那一身盔甲 很重 但他身材魁梧 完全担得起 他比杨大渊更有力 他披甲走向城头 有一个个士族赶来 禀报 大帅 杨大吉 开了城门 放宋军进了西城 杨文安皱了皱眉 不敢再耽误 亲自领兵向西城奔去 他虽年轻 但确实是猛将 又占着地力 本也无意占据塞门寨 主要目的还是袭扰 趁是烧了两处军械库 在猛军别的城寨的援兵 赶到之前撤了出去 这算是杨文安继统帅之后的首战告捷 他的脸色却有些阴郁 因为杨大吉跟着张绝逃了 杨文安张公 对着黑暗中描了很久 没有目标 所以随手一射 远处传来了一声马斯 之后 宋军退得更快了 我也曾想 竟是杨大吉勾结李霞 害死了杨元帅 眼下已明了了 李霞有两手准备 他先收买了三叔 利用三叔诱骗 二叔去与他相见 之后 杨元帅未能被他说服 他遂射杀杨元帅 不错 我原本还奇怪 他为何杀二叔 原来是劝降不成 打算扶三叔来接管兵马 许恒文言 长叹一声 叹得不是杨大吉 在以前 士侯家中 很少有这种权力之争 因为大蒙古国在不断外扩 只需有本事 根本不需在家中争权 如今有了三个大变化 一是李坦之乱后 忽必烈开始削士侯之权 这做法 可谓是亲手挑起了士侯家族内斗 二是蒙古捍卫之争 威胁 黄金家族兄弟争斗 诸王纷纷战队 上行下效 内斗欲裂 三是李霞侵占关聋 何惜 导致外扩之势被遏止 这次仓促讨伐李霞 却又临时撤退 人心纷乱 更加引发了内斗 如果外敌不强 这种士侯家族中的内斗是好事 但李霞显然正在紧盯着 这件事做文章 决心要借机 搅动波澜了 许恒意识到 回京以后 必须劝忽必烈 再次改变 削弱是侯之权的策略了 回过神来 他接着杨文安的话 随口评价了李霞一句 惊于暗杀 善于教唆 一个刺客 间谍出身的豪强 终究是尚不得台面 是 在杨文安眼里 李霞与忽必烈的区别 其实不在这里 区别在于 忽必烈有三代人的积累 成吉思汉 拖雷 蒙哥积累下的底蕴 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李霞没有 再加上忽必烈更大方 就这样 别的什么都是虚的 他不介意李霞刺客出身 但也不理会什么明解 什么情怀 向许恒告退了 杨文安又向灵堂走去 杨文仲正跪在那儿 你随我来 有话要说 又是这样 走吧 莫当着叔父的面谈 兄弟二人走上望台 不惧有人 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杨文仲背对着杨文安 道 我可能会杀了你 大哥 若杀我 叔父的心血也就毁了 你还知道叔父的心血 投降那一夜 在大祸城 叔父与我们说的 不是吗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必须走下去 保家族长容 杨文安说着 扶着栏杆看向夜空 他并没有防备他的兄长 叹息一声 又到 李坦之乱平定后 有人与兄长说过吧 陛下有意提拔些年轻将领 他不放心叔父啊 尤其是李 李霞这么近 杨文仲不达 大哥能猜到 是我 又是这个反应 说明身边也有陛下的人 那该能理解我 怎样都好 你不该杀叔父 父亲战死那年 大哥是七岁吧 嗯 我不认得父亲 只记得叔父说他忠烈 这份忠烈 说了一辈子 到了投降那日 又换成了保全 这不是 你对抚养你的至亲动手的理由 是叔父与我说的 他说 顺势而为 于是 我们背弃了叔父说了一辈子的忠烈 去顺势而为 结果呢 蒙哥却死了 逃出川鼠的一路上 只好又说 我们杨家不再当宋廷的狗了 看看那些 蒙古侍侯试过的多好 我们为宋廷卖命太不值了 大哥记得吧 叔父很羡慕侍侯 希望杨家也能像那样 当侍侯 当侍侯 到头来 他反悔了 所有人白干了 昨日说好要当土皇帝 今日又说 要回去当狗 谁能答应 所有人 不然呢 我本不想动三说 可他刚起 马上有人报给我了 否则大哥 以为我一个人做得成吗 一个人做得到天衣无缝吗 你以为只有你能看出来 你 我被选中了 从陛下到鲁斋先生 再到军中将士们 他们都选了我 杨文安叹息道 我没退路了呀 杨文重默然 无奈地背过身去 看着这连绵的成蕾 终点点火光 许久不答 该为叔父报仇吗 他想着想着 分了神 投降不可怕 可怕的是 心里坚守的底线 一退再退 像退成了大溃败一般 信念崩塌了 许久之后 杨文安见兄长不说话 知兄长这是想通了 所以抬手拍了拍他的肩 兄长 既然明白 就好好帮我吧 何必自寻烦恼 我难过的是 我们兄弟俩这般对待叔父 这次 真是叔父错了 他说了一辈子的终恋 记忆毁了 只以利益动人 那便休 再去判明节 否则故此失彼 终究自悟 破镜南重园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过了一会 杨文重又问道 三叔逃了 怎么办 确实没想到 但无妨 坐实了 是他勾结李侠 第828章 归正 严州城 使赵正领兵 站在雅鼠守卫 远远听得仁阳马斯 很快又听得 张觉爽朗的大笑声 一听我就知道 大帅今夜的战果 比预料的还要大 该不会把塞门寨 站下来了吧 张觉大步进来 正听到这一句 哈哈大笑 傻小子 严州边地堡垒 密布 一座座站 要站到什么时候 看我将敌手带回来 使赵定念一看 便见到杨大吉 他父兄当年 与杨大渊兄弟 共在川鼠任江 大祸城又处于 钓鱼城前沿 往来颇多 使赵也试任的杨大吉 呸 一见面 使赵静止催了一口 催在杨大吉靴上 树点望踪 与蒙鲁座奴才 杨大吉看着靴面一愣 抬头看向张觉 恶然道 张觉 这便是你的代客之道 贼 你娘的代客 俘虏还有脸了 张觉道 好了 不得无理 他不是俘虏 那又怎样 正当年少的 使赵心思简单 也纯粹 他才不管杨家兄弟 千回百转的理由与心思 看不起就是看不起 又是一口催出 要不是他们杨家兄弟 自削了膝盖骨 给蒙鲁下跪 狗一样 帮蒙鲁罚鼠 钓鱼城 怎么会死那么多人 我爹 王叔父 落寨主 杨大吉愣住 旁人骂他们兄弟 他们都可以反驳 是为了大祸成数万百姓 唯有使赵这些当年 处在他们身后 愤死反抗的 钓鱼城军民 能骂得他无言以对 那时 使赵还只是个孩子 尚且抗争至今 杨大吉偏过头 不去看使赵 似不屑 与这不安事事的 小娃计较 张觉 原来你就是这般带兵的 他指了指 自己一斤上的口水 又问道 不给我个交代 张觉哈哈一笑 一拍使赵的头盔 开口便骂 小魂球 老子说你几次了 再说 贼你娘 这种粗言会语试试 这般即算是教训过了 张觉 不再多说 抬手邀杨大吉入内 杨大吉脸色殷勤不定 自觉着一遭扫了颜面 但此间是张觉的底盘 若不依不饶 万一起了冲突 遭殃的又是谁 张觉给的台阶不好下 但只能下 心情很差 像是下台阶时 摔了个大跤 狼狈不堪 进了雅鼠 张觉先让人给杨大吉 处理伤势 独自先往堂内走去 今夜他领兵去西城 李霞竞争就半点不管 此时正在堂上见好天意 你离见杨大冤的谋划 已失败了 还敢放我回去 到时 我会告诉诸禄侍侯 你约见杨大冤去设计杀他 可谓无耻至极 随你 中原 只会耻笑你惯会 刺杀小道 也配征天下 张觉上前 拍了拍好天意的呗 提醒道 你说这些 不怕他不放你 闭上嘴 老师回去吧 好天意一愣 他双手还被绑着 身子一倾 有些嫌弃地躲开张觉的手 李霞道 他不想走 他怕像杨大冤一样 被忽必烈杀掉 我没有 我不是 好天意当即否认 哦 张觉问道 那你是希望我们放你走 好天意无言以对 若说不想走 像是想投降李霞 可若说想走 又像是在求饶 他心里清楚 李霞放他回去这件事 就是对杨大冤之死 最好的回应 不在乎他说了什么 至于回去 隐隐确实有些不安 近年来 大蒙古国那位大汉陛下 似乎没有以前 那么宽宏大度了 之后 只见张觉福尔 对李霞说了句什么 李霞向好天意看了一眼 道 不用带下去 就让他在堂上听吧 哈 也是 昨天没办完的 今日补上 张觉笑了笑 只了把椅子 让好天意坐下 不一会儿 杨大吉被带了进来 如果那年蒙哥公署 杨氏兄弟 再多撑两个月 李霞也许有机会 与他们并肩作战 那今日再坐在此处 杨大吉的地位 也许不会比张觉低 可惜往事不可追 事已至此 说 如果已无意义 如此说来 都是杨文安做的 张觉听杨大吉说过 这一夜一日 在塞门寨发生之事 很快有了推论 应该不会错了 杨大吉颓然应道 你 真是从头到尾 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啊 这一晚上 也不知是张觉 第几次冷嘲热讽了 杨大吉 脸上有些挂不住 抬眼看向李霞 此时的情形 李霞应该开口为他解围 然后小之以国家大力 展露宽广气度 求贤若渴地招揽他了 但李霞 也不知在想什么 正在发呆 杨大吉又等了一会 还是没听到李霞 说出那些招揽的话 最后 他先耐不住 这一样的沉默 到当年 我与家兄 本待于鲁寇死战 可惜大祸成孤立无援 家兄考虑到 满城数万百姓 一番话说了很久 杨大吉心中惆怅 若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不会选择 去与杨文安争权 现在回想起来 作为叔父 去辅佐侄子 并不觉难堪 至少还能有家族 左伴 还有富贵荣华 悔不该听的两句怂恿 便意识冲动 可惜没有回头路了 杨大吉心中大悲 最后哭道 今日幡然悔悟 愿弃暗投明 恳请郡王收留 好像在哭 当年不应该投降一板 李霞没认真听 最后这句话 还是听到了 点了点头 也好 毕竟你们当年首属立过功劳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为不得已 而投靠蒙禄的将士 开个先例 杨大吉心中 一颗大石落地 连忙起身称谢 他清楚 自己对李霞有用 当此失局 他投靠李霞带来的影响 虽然比不上杨大渊 但依旧有影响 而且还能引发北地侍侯思考 杨大吉投降李霞了 那杨大渊是谁杀的 可惜末将 没能为郡王 带出更多兵马 但末将 一定尽力招降清剑城 李霞对杨大吉的能力 不抱期待 问道 杨将军当年在大祸城任副都统 是吗 是 杨大吉有些期待 这是到千金买马股的时候了 李霞该给他的一个候赏 为后面的归正人开个先例 元氏副都统 帕尔复归 功过 并论 降为统治 刘张军帐下听用 便是 杨大吉一抬头 愣在当场 他兄长与李霞谈 谈的 还是世袭都元帅 甚至是公侯之爵 一转头 却只给他一个小小的统治 这 杨大吉错愕的当场 率先冷笑起来的 却是好天意 这便是你们的兄弟 这便是你们的诚意 有功则赏 有过则罚 张军道 郡王 不需假人假意收买人心罢了 这显然不能说服好天意 他大笑不已 道 是 是 那便请你们自行赏罚分明 莫再奢求 我们中原人归附了 中原人 如何作响 凭你与鲁寇当奴才的嘴 一张一合 便能作数不成 张军冷笑道 忽必烈是大方 怕是自知死到临头了 才胡乱 封赏 毫无章法 陛下敢认年轻有为者为各路万户 你们却连大将 也只给个统治 乞丐 也想争天下 张军还待在印 李霞道 不必理他 他想激怒你 好叫你别放他回去 他怕忽必烈会杀了他 又是这一句话 好天意收了声 漠然不语 李霞转向杨大吉 问道 可是嫌这官位太低 不敢 杨大吉在这回功夫 已仔细想过自己的处境 连忙硬道 能为国尽忠 为郡王孝全马之劳 末将之姓氏 李霞语气平淡地 又勉励了他几句 打翻了杨大吉 他在看向好天意 陈寅道 今夜如你所见 便是我对你们这些是猴的态度 愿意归降的 一份功劳 一份赏赐 不必狮子大开口 执迷不悟的 待我灭乎碧烈之时 好自为之便是 哈 夸口 这次他灭不掉我 往后如何 你们自己想 去吧 回去与你的兄弟们商量 李霞不打算再多说 一挥手 让人把好天意带下去 他已展露出了 他接下来的态度 会笼络北人 但不打算过分笼络 且有自信能胜 中原人心之争 才刚刚开始 在这一眼 好天意最先了解到了 忽必烈与李霞 分别适合策略 又适合态度 大蒙古国将改国号为 大元 各式侯的年轻一辈 被提拔 掌握兵权 将成为大元皇帝的死忠 只是想想 都让好天意心怀激荡 但很快 他的激荡平息下来 因为都元帅的荣崇属于 张洪范 杨文安那些人 不属于他这个败军之将 这念头一起 他忽然觉得 方才与张觉争执 实在太可笑了 再看李霞的应对 似乎很灵力 战事才平息 人已赶到此间 见杨大渊 可仔细一想 李霞似乎即克制 第829章正战 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张觉看着唐万 如此评述了一句 杨大吉 好天意被带下去之后 他感到畅快了许多 似乎连空气 都不在四方才 那般浑浊 李霞 四象是还在私存着什么 漫不经心道 不是一路人 但你可给他引路 引路 我二十多岁时 还是杨大渊 教我中军报国 好吧 你在想什么 在想杨大吉 说的那些话 忽必烈将改国号 许恒到了陕北 杨文安赐佩金虎福 对面确定是杨文安统兵了 不明白吗 是忽必烈 先选中了杨文安 才有杨文安杀杨大渊一事 而非杨大渊死后 再决定由谁统帅 你这么一说 更显得杨大吉蠢了 人家都定好了 他还要争 张觉在乎的是 陕北这一路敌方换帅 李霞则更在乎别的 对这个话题 只是点点头 恩了一声 张觉又道 我赌对了 果然是杨文安栋的手 嗯 你不是赌的杨大吉吗 你忘了 我换了的答案 换作杨文安了 压三份 还有意思吗 不论压几份 我确实赌赢了 赌注都没说 原本是朋友间玩笑的语气 可话到这里 李霞想到了什么 语气愁愁起来 他轻轻敲着扶手 斟酌道 你说 忽必烈改了国号 想必会开始大肆加官进爵了 我们的人可羡慕 张觉收了笑容 摆了摆手 认认真真道 我不是在借机和你讨要官爵 我知道 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难得你过来 我太高兴 忘了分寸 张觉从没说过他戍边的苦闷 他的苦闷 全都只表现在这过于 欢脱的玩笑里 李霞道 我知道 我是问你 觉得 我们这边的将领 是否也羡慕侍侯们 加官进爵 自是羡慕 张觉 坦然道 杨文安才多大年岁 持经虎服称都元帅 往后什么上驻国将军 太尉 公侯 也难怪他死心塌地 为忽必烈效命 关中这一战 我们打得不容易 士族们有军赏 或许能满足 但将领们的军功 要如何封赏 却是个难题 忽必烈能给人封世袭的都元帅 你封不了 你还只是大宋的平邻郡王 只有举剑之权 没有封官之权 嗯 这方面劣势太大了 但有些是你能做的 忽必烈做不到 张觉抬手一指北面 又道 我与那些人不是一路人 求的也不是这些 我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一年来 北面前史来招想我五次 我若点头答应 杨文安想要的 我早便有了 但我到这延安府来 不是来求个蒙古士侯当的 你我早便说好了 要恢复汉唐雄风 张觉宇卓 念叨着汉唐雄风四字 像是品酒一般的品味着 最后道 一家一姓 聚一小城 也称慎君明总管 也称慎氏侯 土财主罢了 有些人一辈子眼界 也只在那可怜可笑的土财主 也配与我们万万汉家男儿的志向相比 他还在气 方才好天意的讥讽 因好天意 就是连讥讽他的资格都没有 李霞看着张觉 笑了笑 道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你可以给他们引路 不是吗 也是 这种葫芦肆虐的世道 我信天下间 一定有很多很多人 像我们一样 有志于振兴 李霞自语道 需要我们给他们更多的信心 张觉道 我只管打仗 至于怎么给别人信心 你慢慢想 是 这是政治账 你管打仗 我管打政治账 李霞硬了 又私存了片刻 说起根实际的话题 你轻视杨文安吗 不会 张觉道 不得不说 忽必烈选将是有眼光 杨文安不仅继承了杨大渊的战略制裁 还更加勇猛 年轻人锐气足 我怎敢轻视杨文安 我是说 你可以轻视他 李霞道 若想家了 趁着这几个月 可以回去看看 让他觉得 你轻视他 张觉打起精神 想了想 道 那小子怕不会轻易上当 未雨绸缪 若一年半载 你都是一副轻敌的样子 他再不信也会习惯 还有 今日我们对杨大吉并无优待 他会有可能反复 我懂 但暂时还要杨大吉来招揽人心 嗯 不急 他们只怕不会想到 我们这么早就开始布局 只要耐得住性子 哪怕他把那些城寨 铸成乌龟壳 总会有反击的机会 蜡烛换了两次 堂上两人谈到最后 李霞看了一眼天色 道 差不多了 张觉问道 这就走了 夜里你偷袭塞门寨时 我收到封集信 得回去处理 猛军反攻了 同关 李霞对张觉也不瞒着 陈寅道 重庆那边 朝廷的援兵 道了 援兵支援重庆 这种时候 正在奎门与我们对峙 张觉的脸色 虽难看起来 道 朝廷这是何意 很正常 李坦叛乱之时 朝廷也接管了海州 连州 同样的道理 这次想接管奎州 万州 算是没有后此薄彼 此事 你不必管 好吧 那你真就走了 不再歇一觉 不了 背辆马车吧 路上歇也是一样的 能颠倒你骨头散架 没事 李霞一起身出门 心想 路途再辛苦 也就是几天 苦也苦不过这些戍边的将士 张觉 出城相送 脸上少了这些天长带着的玩笑之意 多了几分风霜 两人谈了一整夜 一路上也没声要说的 只在城门打开时 正好看到一轮旭日 从东面缓缓升起 真是大好河山 我被无能 大好河山 有沦落湖沉 这次葫芦没能打垮我们 我们早晚能北伐 张觉停下脚步 到 昨夜忘了说 在我这脸 北伐 比什么高官后路都有用 好 但我们得再等等 这话 一点都不霸气 他们有志向 但离城宫还远 还得要隐忍 李霞抬了抬手 指住张觉 再送 静止上了马车 车厢内被褥扑得很厚 但颠簸还是有的 李霞整着头 心里回想着 这次延安之行 延安之行 看似没有吃亏 但李霞是亲自来的 依旧不能争取到 杨大渊及起兵力 而忽必烈 只下了一道改国号的诏令 竟是一把出师不克 仓促撤兵之后 人心浮动的情况稳定下来 那在别的地方 忽必烈受世述仰望的程度 怕是要不降反升 因为他 马上要建立元朝了 不论南边承不承认 在经国之后 中原又会有一个 有法理的王朝 这对李霞的势力 其实会有很大的影响和打击 经国移民 一直是李霞势力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韩承煦与杨果 便是他最初的助力 包括他们招来的青鹏 顾旧 还有连西县 张宏道 刘元正等人 也算是经国移民 中原汉人对猛军的残暴 深有体会 一部分人 其实比宋人 更憎恶蒙古的凶残 只是不得不屈服 他们受的苦难更多 对天下一统的盼望 也比偏安 享受太平的宋人高 但另一方面 他们祖辈 生活在辽 经治下 对于汉华的一族王朝 接受程度又很高 他们不像张觉 这些宋将出身的 能最坚决的抗击葫芦 忽必烈改国号 既是稳住中原汉人 不给李霞 趁机搅动人心的机会 也是对李霞势力的一次反攻 政治上的反攻 本是李霞 要瓦解漠南蒙古政权 却成了 大元王朝与宋国臣子 争取中原人心的较量 忽必烈都不需要求胜 在这双方 都无力出兵进攻的情况下 他只要保持稳定 一两年间 能够平定阿里布格 带回过头来 依旧能以国事压住李霞 政局稳定 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一个动荡的政权 什么都做不成 既是两国之争 战场上不能输 政治上更不能输 必须要做出应对 但具体如何应对 在延安府是 亦不出的 故而要尽快赶回长安 更让李霞头痛的问题在于 忽必烈马上要建立大元了 宋廷反而趁势开始夺取奎门 外卤 才退 还在虎视眈眈 内患又起 正在咄咄逼人 像是都吃准了他这个大宋臣子 是好欺负的 第830章 长安三院 一长安 三院时 上院便是花枝 清门几场送客 取水近日提施 骏马金安 无数 梁臣美景 追随 如诗中所言 长安三院 正是风和日丽 梁臣美景 去岁吴钱曾与杨果相约 开春若得空闲 一起到离山游览 如今开了春 吴钱却已不在 徒留下一个战后疲蔽的观众 以及一大堆政务 给杨果独自处理 一个是北人 一个是男人 两人的交情 说不上多深 杨果真正的挚友 只会是袁浩问 李治 这些中原文人 吴钱的挚友 也只会是李增伯 江万里 这些大宋名臣 至于他们二人 只是同僚罢了 不过是恰好年纪相仿 公寓诗词 又都是积履漂泊之人 且同心协力 求个江山一统的 太平盛世 三月初时 杨果正在家中 买首暗读 批阅着一份份公文 皱眉思索着 最后割下笔 喃喃自语道 这些事 无旅斋更擅长啊 回想起两年来的许多事 他长叹了一声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 祖父 祖父 杨果 以苍老的手盖在脸上 泪眼朦胧间看去 只见一个小小的身影 跑进书房 那是 他的最小的孙儿 如今不到五岁 在昭通城时起的名字 杨昭 祖父给昭说故事呀 杨果抹了抹眼 脸上已浮出和蔼的笑意 把孙儿抱在膝头 到 忙了 忙了 没空给招说故事 杨昭不一 拉着杨果的衣领 乃声乃气道 祖父说说郡王北上的故事 杨果脸上浮起回忆之色 笑道 好好好 祖父再和你说说 那年在开封 祖父第一眼看到郡王 就知道 他必定不凡 院外 有扑鼻探头看了一眼 一路小跑到内堂 内堂上 一名老妇正在刺绣 正是杨果之妻吕氏 吕氏是贫苦人家 出身 杨果少年时 便是出名的美男子 曾因战火必居河南 受到吕氏的照顾 两人变成了亲 后来杨果金榜提名 高官显贵 旁人都说 吕氏配不上杨果 却没妨碍过他们白头偕老 看一个人的人品 有时看其家人便知 老夫人 你慢点 慢点 招儿 又磨着相公说 当年的故事了 是 就怕太打搅了 阿郎 不怕打搅他 吕氏满头白发 说起话来 语速很慢 却还带着些银鱼之意 相公近来不太高兴 让招儿去哄哄他 哄他多说些最得意之事 是呢 阿郎以为是他在哄着小郎君 却不知是老夫人 在哄着他高兴 杨果的故事 其实并不吸引小孩子 杨招 坐在杨果怀里 听了好一会 已经昏昏欲睡 眼皮痘 争不开 反而是杨果欲说 欲试精神 在遭遇坎坷之际 重新回顾过往 让他振作了不少 说着说着 目光看向 无钱留下的手书 杨果也会想到 老有虽是 但志向 犹存 他把背挺直 说到当时 是如何决定 邪家带口 投奔李侠 杨果想着 说完这一段就不说了 还有公务未处理 时镜黄昏 咚咚咚 书房外 又有敲门声响起 杨招一听就知道 这是要催他们用饭了 今日家里 做了他最爱吃的葫芦 他睁大眼盯着门 很是期待 但近来的人 则是快步到了杨果面前 低声禀报了一句 杨招从杨果膝上滑下来 探头往门外又看了一眼 才听到一句 已经进长安城了 之后 杨果起身 拍了拍杨招的头 拿了桌上两份文书 便向外走去 祖父 快 开饭了 杨招喊了一声 却见他祖父根本不答 身影都大步赶到院门处了 小孩子看不到 年近七群的杨果 是否衰老 只觉得祖父身材还很高大 走起路来步子 方才听说我还不信 杨公快坐 晚饭 可曾吃过 吃碗扫子面吧 好好 一看 这便是雅鼠外对接的 胡记扫子面 杨果坐下 林子便将自己那碗面端过去 自幼从怀里摸出几张膜来吃 不论是宋还是金 甚至是北面的蒙古 官场上迎来宋网 难免都要摆上酒宴 接风洗尘 但李霞不搞这一套 他治下其他官员 更是不敢铺张 前日才听闻 郡王往延安府去了 杨果接过筷子 道原来是鹅船 不是鹅船 是从延安府回来了 李霞道 我还带回了很厉害的消息 是何消息 杨公先吃面 杨果愣了愣 苦笑道 得到猛军要撤的消息 不到十日 猛军还未撤完 郡王便到延安府去了一趟了 一路之内 十日一个来回 不算快 李霞硬着 忽然又想到一事 他才记起来 行省制度 好像便是忽必烈首创 但更具体的也不知了 只能在心里玩笑般的想到 十天在省内出趟差 许多制度是忽必烈留下 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霞还是感到某种压力 那个 把钱币真正推行开来 据说还发明了 涮羊肉火锅的元朝开国皇帝 原本就是这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李霞 几口就缩完了一碗扫子面 结果林子的情报 继续看起来 又过了一会 杨果仔细擦了胡子 道 郡王此时赶回来 怕是为了重庆之事 先与杨公说说北面吧 忽必烈真改国号了 杨果一愣 好一会 他笑了笑 道 难怪是要先吃了面再说 杨公适何感受 没甚感受 只是没想到 真让他们促成了呀 杨果撵着胡子 有些沉思之色 缓缓道 这件事 北人谋划了很久 记得最早是华然兄与我提及 荆朝祭灭 蒙古入中原 已成定局 所能做的 也只有促其成绩汉统 如女真化荆朝 足足二十年了 竟真让他们促成了 金连川幕府多年辛苦 终有所得 想必如今 该是人人振奋了 但郡王若问我适何感受 忽必列在如何 实行汉法 还能比郡王更彻底不成 李霞又问道 那杨公觉得 中原人会适何感受 元朝建立之事的影响 李霞不是当时中原人 是根本不可能准确把握的 他必须问杨果 杨果沉思着 缓缓道 先说中原移民队 蒙古大致有四类态度 愿闻其详 一者 如刘太平 完全归附蒙古 忘了祖宗家法 二者 如金连川幕府 预促蒙古 四者 如玉之兄 任清兄 坚持不愿是猛 第一种 像刘太平那种人不多 第四种 说的是 元昊问 李治这些人 也不多 李霞想与忽必列争取的就是 中间这两种人 杨果继续道 这是以往的情形 随着金国灭亡十年 二十年 马上便是第三十个年头了 只怕如我 玉之兄 任清兄 这等老顽固 已越来越少 换言之 大部分中原人 已趋向于认同蒙古 与郡王说句实话 在中原人眼里 宋国便先不提了 百年来 宋国一直便是敌国 只说金王已三十年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中原人 从记事起 便自认为蒙古人 李霞 默然 杨果这句话背后的概念 他很难想象 就像年近四旬的张五郎 曾经与李霞说过 他与张九郎对国事的看法 有时就像隔着一条 不可逾越的鸿沟 杨果叹道 说句心里话 如今中原的年轻人 还能懂汉法 还能认同历代法统 以示书为不义 是老一辈还在坚持 也是这汉字 书籍 太了不起了 是 汉字 书籍 太了不起了 好在 还不到三十年 二十八年 我们这些老人还没死绝 还有机会 杨果难难道 至于这次改国号 忽必烈实现了中原人盼望已久的期望 必能安抚人心 果然 但 杨果道 但还是那句话 我们这些老人 还在 我们很想看看 下一次呢 下一次忽必烈还能给什么 他抬头看向李霞 一双老眼 有很多期许 又道 郡王还年轻 如今只是宋的郡王 又有许多可以激励人心的改变 忽必烈呢 若再败 他改一个汉名不成 李霞豁然开朗 有时他也会觉得 一次次的努力 都看不到局势的改变 杨果这句话 则点出 不是局势没有改变 而是 对手的后招还没用完 对手的后招 总会有用尽的时候 只需要能咬牙撑到那个时候 我倒是很期待忽必烈的汉名 杨果 抚恤而笑 他近来又掉了两颗牙 若忽必烈到了要改汉名的地步 那便是一个蒙古人 只能与我们比谁 更像汉人了呀 这般一说 从长远来看 让人乐观了不少 但眼前的困境还在 李霞没急着问解决之法 而是道 谈谈重庆之事吧 是 林子道 据重庆府来报 金湖北路安府 富士孙虎臣 林水师两万人 驻兵子归 设立迎战 每日遣人到奎门 扬言要 知元川鼠 命我方放行 否则军阀处置 如何军阀处置 倒是没说 但只怕拖不住了 近日会打起来 孙虎臣 李霞念叨了一声 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 在想 在临安大殿之上 曾经打死过一个范文虎 当时还有位饶虎臣 在看着 这位是假四道的人了 是 林子上前 从一叠情报下方 抽了一张 放在上面 李霞看过 随手又递给杨果 问道 这便是如今北面与南面的情况了 杨公认为 我们该如何应对 杨果看过情报 便放在一旁 沉吟不已 过了好一会儿 林子几乎以为 这位老人睡着了 才听到一句 自言自语的嘟囊 名不正择言不顺 到了自立之际 但境内那些宋臣 如何是好 那 林子大哑 反问道 杨公方才 说的是 自立 他抬头一看 却见李霞神色平静 此时他才明白 这个仓促 回到长安 只有寥寥几人 一边吃着扫子面 一边聊天的夜 意的 居然是自立之事 林子 低头一看 手里那咬到一半的膜 连忙把他收回怀里 以示郑重